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乔·拜登的发言人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12月17日 新任白宫顾问塞德里克·李士满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而拜登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 李士满的发言人凯特·贝丁菲尔德表示 根据疾病控制中心的定义 李士满与拜登没有密切接触 李士满